蒜味檸檬魚 這兩個鍋子不一樣嗎 一個是炒鍋 一個是煎鍋 所以先煎 對 我們就先煎鮭魚 就先把它放下去 放下去以後再開火 不用皮先在鍋底 也不要 我這樣做的原因 最主要是因為 油脂先讓它逼出來 我們就冷鍋 也不用放油 先把魚放下去再來開火 這樣做有一個好處是 我們也不用擔心 有時候魚上面會有水分 鍋子很熱的時候 你帶一點水分 它會噴 會油爆 像這個鍋子稍微有點熱了以後 它的油脂 油脂就開始跑出來了 像這種情況下 我們就不用再多放這些的食用 很可以 你看 那是現在這樣說 它都沒有什麼油煙 對 我現在要把它加一點點的 白酒 火灰在上面燒 底下的火是這樣小火 還是要開炸 這個火力就夠了 就夠了 因為像這個鍋子 它本身的耐高溫的程度很 比較 跟一般的鍋具比較有差 我們在家裡有一些人 就不一定要照這樣做 對 我們這樣做 最主要第一個去腥 去腥 第二個提味 對 橄欖油我們把它加在旁邊 不要多 加進去 爆香大蒜 好 對 再來大蒜放下去就好了 好 我們大蒜先把它炒香 現在其實這個我全程 等它溫度夠的時候 它開小火就好了 這邊我讓它燜 大概 一分鐘左右的時間 有放一些大蒜下去 對 我又放了檸檬汁 檸檬汁 讓它下去燒一下 好 我這個先 你要不要我先關火 好 好 來 輕輕用作用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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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漂亮 真的是有概念 這樣冰姐 在這裡幫我拿一支 檸檬皮跟黑胡椒 檸檬皮跟黑胡椒 這個稍後放在旁邊 就成盤 不是厲害 真的料理的片簡單 我們就準備上菜了